台儿庄抗日女英雄,牺牲时仅18岁,74年后才寻找到她的名字。 有人说战争是男人的事,可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,女人也不得不参与了战争,许许多多的年轻女性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 如今有要说的这位抗日女英雄,她牺牲在台儿庄抗日战场,可当时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当。 那74年的无名女英雄,她牺牲十年仅18岁,还是个中学生,一直到2012年经过多方的调查寻找。 才得知台儿庄战场上的无名抗日女英雄叫刘守文。 她出生在湖南汉寿县新兴乡,1935年15岁的刘守文,考取了长沙的周男女中。 在抗日全面爆发后,她主动办理了退学手续,参加了抗日在坦道园的22军,成为了女学生卫生队的一员,参加了送护战役的战场,营救回到湖南后,被整编到了50师的卫生队。 在台儿庄战役爆发后,谭道远的部队被派到了战斗的前线,在与王山和夏批一代祖敌刘守文作为一,名战地卫生员也参加了战斗。 当时日军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在大量重武器和空军的配合下,对我军展开了巨大的打击战斗,一直打了五天五夜双方阵地。 反复一手遍地都是尸体这场阻击战,持阵了日军击鼓尸团的南下掩护了主力作战。 取得了巨大的战果,而刘守文所在连队,则是在台儿庄东十八里处遭遇到了日军的袭击。 在日军强大的炮火冲在前面的连掌,被炸倒在地刘守文正准确上,却施就突然冲上来一个日军军官,用指挥刀砍死了连掌刘守文则呈其不备, 掘起一块石头,砸向了日军军官石头狠狠地,向日军脑袋砸去脑浆都流了出来。 可是当刘守文刚起身时,就被一颗榴弹从背后击中,当集中断昏迷了后来的,被民工就走送到了附近村子的伤兵。 所苏醒后的刘守文,掏出了一封信一张照片和两枚银元求老乡,帮他把这些寄到家中,不久刘守文因失血过多而去世, 年仅18岁连中学都没有读完,如果没有战争,她会是一个青春美丽的女学生。